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它说排序烫数与序列的初始情况 无关的排序算法是什么 这道题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考点 考点是什么 初始状态的一个影响关系 这一块是不是有4乘3种不同的情况 这个4是哪来的 是不是有4种被影响的内容 第一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第二个比较次数 第三个移动次数 第四个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排序烫数 而所谓的3是什么 3就是被影响的情况 随着初始有序 你越有序 你这四个的某一个比较内容 增加不变减少 是不是有三种可能 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 12种情况中的一个 移动次数随着初始有序度的增加而不变 这是不是就是这12种的一种 这也不只是简单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些之中别看有这么多 但是其实我们来注意这一点 随着初始有序度的增加 也就是说你的初始状态越来越有序 你越有序 上面这四个 你的越增加 这是不是一个异类呀 也就是说你越有序 反而越复杂对不对 不管是上面这四种的哪一种 增加是不是就是复杂的意思 那么是不是我们唯一的一种特例 就是快排 把它记住 好不好 这是唯一的一种情况 然后剩下的 我给你列举出来 它的一个情况 这里 前三个就是我们的复杂度 比较次数和移动次数 与初始状态 无关的是哪一些排序算法 而剩下的是不是就是减少呀 这里我给你列举出来了 具体的判断逻辑 是跟每一个 是跟每一个排序的内在逻辑相关联的 你哪里不会 就将这个排序算法 整个过程再看一遍 这里由于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我就只讲这道题了 这道题是不是说的是排序烫数 排序烫数和初始状态 无关的排序算法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里给出的结论是 排序烫数与初始状态 有关的是快排和冒跑 注意一下这里的一个不同 前面三个我们说的 是不是都是无关呀 而这里我们知道 题考的排序烫数 和它们三个都有点另类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了 也最好记了 为什么 首先你就要理解 这个烫数是什么意思 一烫是什么呀 一烫就是指 在你一次排序的过程中 你对 整个序列的所有元素 都进行了一次操作 那么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快排 进行了一半之后 进行某一趟排序 这里是我们的中间元素 然后是不是 分成了两块内容呀 这两块内容 接下来按照道理 是不是应该分别进行快排 那么我问你 在进行像这样的 两部分的 地归的 快排的过程中 它是算一趟 还是算两趟呀 是不是应该算一趟 你看起来是进行了两个快排的操作 但是其实它们加起来 也只进行了一次 所有元素的操作 对不对 OK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 知道了tom的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的快排和冒泡 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先看快排 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 如果是最好情况下的话 分界线在中间 然后再在中间 不停的这样分界 最好情况是不是 2的k次方 等于n呀 k是不是我们的一个tom数 而如果是最坏情况 是什么样 是不是 一个排序 然后逐个都是按照 一个一个元素递进的过程 来去作为那个分界线的话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最坏情况 那么你排序的tom数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n 举一个例子 1 2 3 4 5 6 7个元素 你的最好情况是什么样 是不是 首先你最好情况就是 中间这个元素 正正好好 作为了你的分界元素 将它均分为了这样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一步过程 是不是一趟排序 一趟排序之后 是不是变成了现在这样 中间这是一个基准元素 然后左边三个 右边三个 左边都比它小 右边都比它大 然后来进行第二趟 第二趟怎么看 是不是 以它作为基准 左一个 右一个 有序了 右边 以它作为基准 左一个右一个 有序了 那么我问你 它一共进行了几趟排序 就有序了 三趟吗 不对吧 是两趟吧 第一趟排序 是不是在这里 整个有序 然后第二趟 是不是这里和这里 因为你这里进行排序 快排序的一个快排 最坏情况是什么样 是不是 七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先作为基准元素 然后排到这里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是不是要进行七趟呀 这里我们就发现 快排的排序趟数 和初始状态 是不是很有关系 因为你在排序的过程中 是不是始终都是以 第一个元素 来作为基准元素呀 第一个基准元素 做得好 就是这一个 两趟就行 你做得不好 就是这个 所以说快排是有关的 然后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 怎么想 最简单的情况 已经有序了 已经有序之后 怎么办 冒泡排序是不是 从这里往前 进行一个一个的比较 想要将最值元素 放到最前面呀 那么已经有序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步比较 OK成功 一步比较 OK 符合大小关系 一直比一直比 一直比 比到最后 你都发现 整个都是符合 正好的大小关系的 是不是 你就得出来 它是一个有序的了 你是不是进行了 一趟排序 你就确定了 一个完全有序的序列 它是有序的 也就是你进行了 一趟是不是就OK了 这是不是就是 初始状态有关呀 你只要你不是 初始直接有序 你是不是 一定不是一趟呀 那么从这个角度 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它也是有关的 那么这道题 剩下的 其他的排序算法 都是 只和你元素的 个数有关系 而和初始状态 没关系的 也就是 只和你 n的一个长度 有关 而不和初始状态 有关 那么最后 这道题 我们看到 它说的是排序 烫数 冒泡在这里 剩下三个 这是不是就是 我们要的呀 也就是 B卷项 冰 身 冰 冰 冰